2024年度 創新商業方案大獎呈獻 智庫通必勝之道 是由… 商業新興奮者, 贊助播出 能夠在市場日立 接近半個世紀 一點都不容易 當中有不少的挑戰和困難 尤其是有一些大型基建項目 或者一些突發事情時 如何作出應對 今天就要和兩位嘉賓一起聊聊 歡迎Thomas 歡迎Jerold 歡迎兩位 我是Abel 我知道其實有很多的工程 平時我們可能是看到的 但當中原來提供一些解決方案 例如一些運輸設備 一些機械設備 其實是由你們公司負責的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主要的服務是甚麼呢 我們的服務範圍 其實就是機械租人 除此之外 就是綠色的能源設備 就是一個流動的供電網絡 因為這兩個是我們的主要業務 但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傳統的組務公司 我們是一站式的服務公司 因為這兩個主要的業務 就衍生了很多一連串的業務出來 包括就是我們的機械運輸 我們需要我們的運輸團隊去運送我們的機器 就是因為運送機器的途中 我們也需要去做一些安裝的過程 安裝是其中我們的服務 一些搭建的服務 給個例子就是 較早前我們香港有一些戶外的電動方程式 或者是越野汽車的比賽 場地的搭建 因為他們需要很大型的機器 都是我們的主要範圍 機械的維修、保養和操作等等 都是我們的主要業務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非傳統的組務公司 是一個一站式的組務公司 當然我們除了剛才Jero所說的範圍 我們還可以提供駐場的席人員 可以提供即時的服務 這也是對客戶來說有一個很大的保障 剛才聽兩位所說 都涉及很多的機械設備 會不會都提供一些相關的培訓 給一些員工呢 當然我們的員工一定是有足夠的培訓 機器一定是有兩大範疇 使用 就是我們說操作 其次就是維修、保養 這個一定是我們息息相關的 除此之外 我們用家的培訓 我們都很注重 因為使用的過程要確保安全 培訓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客戶的操作 和客戶的維修、保養 都是我們主要的服務範圍 亦都衍生了 市場上有很多機器很特殊 我們都是一個發牌的機構 可以為某部份的機器發牌 例如蜘蛛式的起重機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服務範圍 操作都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最近工業意外相當多 我們對於每一個操作人員 都有嚴格的要求 首先就是他們在操作的時候 每個人都受到專業訓練意外 他們一定需要在操作前 檢查好自己的機器 這些我們一定要在課堂裡 講得很清楚 尤其是在理論課堂 他們檢查機器的操作的時候 即是說開機前的檢查 這是絕對對於整天的工作 有絕大的保障 因為這樣我們更加要著重 在操作人員的培訓 還有現在市場上 有很多意外產生了 政府亦都加插了很多工業安全的元素 例如智慧的安全工地 有見及此 我們在內部培訓的時候 都多了很多安全性質的培訓 以及數據上的培訓 這些就是去保障我們的用戶 和市場的氣氛 由當初一間小小的公司經營 到現在的規模去到這麼大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接近半個世紀的時候 已經是由最初 可能你們做開始 接著就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司 繼續都加入 變成同行的競爭大了 怎麼可以鞏固自己既有的優勢 以及貫徹自尊自己的理念 45年絕對不容易經歷 就是因為我們本住香港獅子山的精神 難道做到今天這樣的機構 其實本住很簡單 我們做的事全部都是以專業 獨特和創新 再加上現在市場不斷的要求 在數據化方面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 以及在人工智能方面 這些對我們公司來說 已經是不需要考慮的信念 這方面我們一定要加大投資 同時因為我們引入很多創新 很多全新高科技機械設備進入香港 我們絕對不可能去打價格戰 如果我們打價格戰的話 即使我們隨著在打自己的腳趾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推出更多的 客戶絕對可以受惠 剛才Thomas也說了那麼多公司現有的方針 但怎樣我們可以特惠而出 特惠而出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機器團隊很新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應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 還有數據上的 還有加上環保因素的機器 這是我們的主要方針 還有我們的專業性 專業性其實是需要時間去建立的 我們在市場上有45年的經驗 以前我不覺得這個經驗是很重要 但現在45年的經驗 以及市場的知名度 這是別人對你的信心的保證 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 聽兩位所說 其實你們公司都很著重一個理念 就是創新 那什麼為之創新的思維 或者是一些行業當中的創新 先前Jero也說過 做管理層絕對需要有前瞻性 就是因為這是基本的條件 所以我們一定要動縮市場 各方面的改變 因為這些改變 我們就有很多方面的 包括一些全新的 智能綠色的機械設備的引入 好像一些高空工作台 好像一些珠珠式的吊運機械 有一些所謂電動的玻璃機 我們可以在安裝的時候 坐水智能化的安裝 也減少人手出現的差異 另外我們還應用一些政府現在推動的環保柴油 B100 B100其實很簡單的 是純環保柴油的意思 令到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減低很多碳排放 我們現在的發電機系列 已經採用全部純環保柴油 去提供電力供應 亦都我們運輸車頂 已經用了全環保的B100柴油 這絕對是幫助到 我們2050年的碳中和的目標 另外我們要帶領市場走 其實很重要是我們有一個信念 就是Leading the past, building the future 這個信念令到我們能夠 在市場裏面保持一個領導的地位 為了配合我們公司的審視度勢的概念 其實BIM、MIC這些政府推動的 所謂建築方法 我們完全是要配合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三大核心理念 包括創新、獨特和專業性 再加上現在市場不斷地要求 我們要再加多一些新的理念 包括數據化 人工主動化 以及可以持續性發展 去配合現在的數碼轉型 加強環保 以及提升安全意識 簡單說一句 他的目標其實就是提升公司的高度競爭力 來配合我們公司的長與持續發展 其實Thomas說了這麼多東西 主要就是與時並進 怎樣去做到與時並進 就是我們會引入一些更加環保的機器 因為這是市場的要求 第二就是數據化 數據去管理機械 正音 因為環保不單是講排放 正音 安靜的機器都是需要 所以亦都會產生電動化的元素出來 再者就是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機器 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因為人而開始帶動 有了這麼多新的機器 操作和教育是必然的地方 我們要做很多新的培訓和宣傳 這個是我們去帶動整個社會的方向 其實已經有很多新的方向出來了 下一步如何繼續你們的版圖擴展下去呢 首先香港是我們核心業務的主要地方 亦都是我們發源的地方 其實香港的市場標準很高 在香港這個標準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其他地方發展 未來的發展 首先我們要鋒固我們香港的版塊 其次就是引用我們現在的例子 帶領其他不同的國家 比如東南亞 東南亞是我們的首選 其次就是中國 但是中國在過去幾年 或者未來我們看到的 都不是一個正確的時間 這個我們會繼續保持著去留意 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投中國市場 這個訪問給了我很多心裡的不同的想法 尤其是這番說話 我絕對是可以作為勉勵我們香港 所有年輕人要遭遇這個方向的 你看我們這間公司 絕對是沒有玻璃罩罩的 即是告訴大家 前途一片光明 有得發展 多謝Thomas 也多謝Gerald 令我們了解多了很多 關於這個行業的趨勢 希望你們繼續越做越好 越做越強 多謝兩位 多謝你的訪問